诸葛亮幕竟然还有真假之分 要知道诸葛亮百年之后受到万人追捧 直到现在都是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传奇人物 然而也许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死后竟然同时出现两座墓葬 人们都说诸葛亮死后再无蜀国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他病天之后蜀国仅仅维持了几年就迎来了灭亡 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死后被羞辱过的司马懿 自然是不可能放过自己的 即便自己再有多么神通广大 也难逃被挖坟掘墓的悲哀 但是他更知道的是自己死后自然不可能极其无名 定然是风光大藏 那么自己将怎样逃过这一厄运呢 根据后世之技术 当年他在死前曾经交代过刘善 自己死后万万不可立碑 只需要找四个大汉 抬着自己的棺木和尸首一直向南走 等什么时候绳子断了 那么此地就可以将自己安葬 但在当年兵荒马乱 粮食短缺 四个人出发的时候 也并没有带多少干粮 这一路上翻山越岭的 让四人可谓受尽苦难 大概走了两三天以后 四个人一合警 现在只有咱们四个人 何不随便找个地方就地掩埋 也省得哥四个受苦了 几个人一排集合 当即挖出了一个大坑 就这样 诸葛亮被葬在了这里 四个人连夜赶回了属地 听到四个人描述经过的时候 刘善非常满意 不仅赏赐了许多的财宝 还为其加官进绝 然而之后 刘善愈发觉得古怪 要知道 四个人抬关 重量虽然大 但当时出发的时候 为了给他们减轻重量 可是用了最粗的绳子 而且 四个人谁也说不清 究竟绳子是一起断掉的 还是说断了一根 刘善再次询问他们四人 没想到在一些细节问题上 几个人谁都答不上来 最后几人受不了哭刑 这才交代 自己四个人为了偷懒 随便找个地方就掩埋了 怒不可遏的刘善 当即下令将四人砍头 然而事后才发现 忘了问四个人 诸葛亮究竟是葬在了哪里 之后 刘善也无力寻找诸葛亮目 自此销声匿迹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至于是真是假 谁也难以料想 那么诸葛亮究竟被葬在了哪里呢 诸葛亮目突然出现 没想到竟然还有一真一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刘善怒杀四人的说法外 还有人传言 当年刘善杀死四人 只是掩人耳目的一种说法 在道法上运用自如的他 怎么可能放弃定军山那样一块风水宝地呢 他之前早就为自己修建好了陵墓 而之前杀死四人的说法 只是一种迷惑罢了 目的就是为了自己不受打扰 传闻当年的诸葛亮立下过遗嘱 不管以后怎么安排 自己的墓 必须要被安葬在这定军山 由于诸葛亮在死后 被追封为诸武侯 在此之后 他的墓葬 直到现在都被称为武侯墓 在这里 有一座四米多高的巨大墓中 这座墓 就是历史上公认的诸葛亮的墓地 这里并没有像历史上传说的无碑无字 反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诸葛武侯四个大字 我们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 诸葛亮在运筹帷幄方面 堪称一绝 在他的世界里 一辈子都是一真一假 越有可能这样 越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可是更让人不解的是 离这里不远处 同样是有着一座武侯墓 两地间隔甚至不足百米 这就奇怪了 如果真的是为了迷惑人们的话 为何不添南海北的建设 反而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离这么近 谁想骂 谁找不到呢 历朝历代 想窥探诸葛亮秘密的有无数人 然而直到现在 这座墓葬 仍旧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了下来 其实 历史上之所以 一直没有打开诸葛亮的墓葬 其实是打不开 当年 在建造诸葛亮之墓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简单 能参与建造之人 并不是普通工匠 而是汇集了业界大能 这些人 无疑不通小八卦风水 在他们的建造下 整个墓穴 完全就是以风水八卦的格局 建造下来的 如果找不到墓门 根本就打不开整个墓葬 而且 就算找到墓门 如果不能破解墓门上面的奥秘 那么也是打不开的 即使强行暴力拆解 拆下来的 也只不过是一个石门 后面什么都没有 这才是让历朝历代未知头疼的原因 而且如果有人散开诸葛亮墓 定会遭受万人唾弃 那么诸葛亮真假墓 又是怎么来的呢 诸葛亮真假墓来源 竟然如此离奇 甚至还与清朝有关 传闻当年白连教盛行 搞得可谓是民不聊生 当年 松云领命与白连教战斗 然而他发现 自己的手下 不仅在白连教手下屡屡吃亏 反而毫无意志战斗 恰逢此时 他路过了五侯墓 由于自己比较崇拜诸葛亮 特意来此烧香祭奠 更是希望一代神话人物 能保佑自己取得胜利 可他却发现 在这里的墓葬 非常不符合常理 如此庞大的墓葬 就这么修建在地面之上 不怕被盗吗 如果在地下 那么墓穴深邃 让人不难判断 可诸葛亮的墓葬 唐儿皇之修建的如此奢靡 太不符合常理了 当时 他断言 这里定是一座假墓 古人非常迷信风水说 他找到了一个 非常精通风水之人 将他请来观察过后 发现 此地虽然集天地灵气 然而作为墓葬 则是万万不妥 这里的湿气 足以让墓葬毁于一旦 但是在此处的半山腰处 却是极佳的一个位置 不仅风水好 更是能保佑 子孙千秋万代之福 他来到此地探究 发现 不管是环境 还是周围的事业 和风水大师所说的 简直是一模一样 松云虽然在这里 没有找到诸葛亮的墓 然而 他却私自为其修建了一处墓葬 这里 更是被后人刻印上了 真墓二字 如此做法 虽然在现在看来 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然而事实上 这座墓也一直被好好保护 人们坚信 诸葛亮墓就在这里 他的传奇一生 不管是生前 还是死后 都有着非常多的传说 要我说 这其实是人们对其的一种向往 人们永远觉得 看不到的 才是最神奇的 如果诸葛亮墓有一天真的被发觉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种失落是无法言说的 也许 里面真的就存有诸葛亮的真身 现在 我们所需要的 并不是证明 它存在在哪里 更多的是后世对此人的一种向往与寄托 经过了影视剧的美化 我们更加觉得它神秘莫测 至于真假 则流于后世评断了 好坏真假 都不是现在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专家在梳理完大量文献以后 对此地只有四次评价 千古卓绝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